Dream 又到了健康Dream的時間 我是郭德欣 今天和蘇醫生繼續跟大家 討論一下夏天的食寧養生 蘇醫生天氣熱 夏季令人沒甚麼胃口 有甚麼食寧養生方法去介紹呢 初夏其實是章魚收穫的季節 民間一直都認為 多喝點章魚湯有催雨的作用 現在根據現代營養學的研究 認為章魚還是抗癌保健養生的 一種很好的食品 所以今天和大家推薦一款 用章魚煲成的竹 就是章魚花生馬蹄竹 章魚花生馬蹄竹的材料 有章魚300克, 花生100克 馬蹄100克, 山薑片適量 大米100克 章魚洗乾淨, 將它切斷 用少量的油、鹽醃它20分鐘 然後備用 花生洗乾淨, 用水浸一個小時 馬蹄去皮洗乾淨, 將它切粒備用 大米洗乾淨之後 用少量的油、鹽醃它20分鐘 在鍋裡加入水1500毫升 煮滾之後, 放入花生和大米 馬蹄、山薑片等 大火煮20分鐘 再改小火, 煮一個小時 讓水和材料互融成一體 再把醃好的章魚倒進去煮熟 調味, 這樣就可以食用了 章魚終於以為它性平、微甘鹹 含有豐富的蛋白質、胺基酸 以及不飽和脂肪酸等等 更重要的是 章魚含有能夠延長人類壽命的 重要保健因子 天然牛黃酸 章魚其中的一些生物活性成分 還是抗癌的基本物質 因此它被視為抗癌、抗病毒的 天然食品 但經常吃章魚 其實對身體有益處嗎 經常吃用章魚 它有保肝腎、健脾胃 益氣、養血、修煉生肌的作用 艷宇華常吃花生能養生 想問蘇醫生 其實花生有甚麼作用 花生有多種胺基酸 和微量元素 特別是含有大量的亞油酸 經常食用 能夠避免膽固醇的沉織 花生還含有大量的纖維 能夠促進胃腸的餘動 含有的百黎綠醇 可以預防腫瘤的發生 馬體有甚麼具體的作用呢 它鮮嫩多汁 又可以生津、止渴 清熱、離煙、離腸、通便 對糖尿病患者 還有一定的輔助治療作用 好像提到用章魚、花生、馬體 三者合一的話 煮成的竹筋有甚麼功效呢 其實三者合用,既保肝腎、健脾胃 又可以清心卸火 延滿衰老、防癌、抗癌 是不是很棒呢 章魚、花生、馬體粥的材料 有章魚300克、花生100克 馬體100克 生薑片適量、大米100克 蘇醫生提點 由於馬體是寒涼滑利之品 所以婦女懷孕的早期就要伸食 另外章魚容易引起過敏 有過敏體質的人士,同樣都要伸食 這款竹筋的味道真的很香、很美味 但提醒一下 如果有過敏性體質的朋友 對章魚有過敏就要小心一點 如認同我們今期節目感興趣 可以上到廣市網點的重溫 也可以關注節目下方 健康和督修的新浪官方微博 留言給我們節目組 謝謝蘇醫生推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再見 順便 2 2 1 1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